西武王伐晝 千九鼎于洛邑 伯夷 书其伯之 饿死于守阳 不识其路 周游称圣得焉 然孔子贤此二人 以为不将其志 不辱其身也 而孟子一云 闻伯夷之风者 贪夫连 懦夫有利志 奋乎百事之上 百事之下莫不兴起 非贤人而能若是乎 汉兴有元公 齐礼继 下皇宫 脚礼先生 此四人者 当秦之事 避而入商落深山 以待天下之定也 自高祖闻而照之 不至 其后屡后用刘侯记 使皇太子卑瓷术博至礼 安车迎而至之 四人记至 从太子见 高祖克而敬焉 太子得以为众 遂用自安 与在刘侯传 其后谷口有正子贞 属有颜君平 皆修身自保 非其福福福 非其实福时 成帝时 原就大将军王奉以礼聘子贞 子贞遂不仁出而终 君平补适于成都市 以为 补适者见业 而可以会众人 有邪恶非正之问 则依师归为严厉害 与人子言依于孝 与人地言依于顺 与人臣言依于忠 各因事导之以善 从无言者 已过半以 才日月数人 得百钱足自养 才必四下 莲儿寿老子 博览王不通 依老子 言周之旨诸书十余万言 杨雄少时从有学 已而誓经诗显明 数为朝廷在位 贤者称君平德 杜陵李强 杜陵李强 素善雄 久之为一周目 喜魏雄曰 吴贞德言君平以 雄曰 君被李以待之 彼人可见而不可得屈也 强心以为不然 极致蜀 致李与相见 足不敢言以为从事 乃探曰 杨子云成之人 君平年九十余 遂以其夜中 属人爱敬 至今称焉 及雄著书言当事事 称此二人 其论曰 或问 君子及眉事 而名不衬 何事诸名卿可己 曰 君子得名为己 良 其 楚 赵之君非不负且贵也 厄乎成其名 谷口正子真不屈其至 耕于岩石之下 明镇于京师 启其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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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两宫之劫 其轻已呼 蜀言占名 不作苟见 不智苟得 久悠而不改其操 虽随 何何以加诸 举姿已瞻 不亦保乎 自元宫 其礼记 夏皇宫 脚礼先生 郑子真 严君平皆未尝试 然其 燃其风生 足以积贪力俗 近古之一名也 若王吉 共语 两宫之蜀 皆以礼让进退云 王吉 自子羊 狼邪高于人也 少好学明经 以俊力举孝连为狼 捕若卢又成 千云阳令 举贤良为昌义中卫 而王好游猎 驱持国中 动作王杰 即上书见 约 陈文古者诗日行三十里 即行五十里 诗云 匪风发兮 匪车皆兮 故瞻周到 忠心达兮 说约 是非古之风也 发发者 是非古之车也 接接者 盖伤之也 今者大王姓方语 曾不伴日而迟二百里 百姓颇费耕丧 至到千马 臣于以为民不可数遍 昔赵公述之 当民逝时 设于堂下耳 听断焉 逝时 人皆得其所 后逝思其人恩 智乎不伐甘堂 甘堂之师是也 大王不好书数而乐意有 逢逝准贤 耻语不止 口卷呼赤诺 首苦于毕二五八配 身劳呼车于 朝则冒误录 咒则被尘埃 下则为大鼠之所抱之 东则为风寒之所眼薄 数以软翠之玉体犯勤劳之繁独 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 又非所以尽人意之龙也 夫广下之下 细瞻之上 名师居前 劝颂在后 上论堂 于之计 下吉音 周之圣 考人圣之风 习治国之道 焉发 奋望时 日心觉德 其乐企图闲觉之间灾 修则抚养屈信以利行 进退不屈以时下 悉心土固以炼赃 专益基金以示神 于以养生 岂不偿灾 大王成留意如此 则心有遥 顺之志 提有桥 松之寿 每生广玉灯而上闻 则福禄其凑而设计安矣 皇帝人圣 至今私目未待 于观管又持一列之乐 未有所幸 大王一夙页念此 以成圣意 诸侯骨肉 莫亲大王 大王于蜀则子也 与未则臣也 一身而二任之则家焉 恩爱行义依第五四界有不惧者 于以上闻 非享国之福也 臣即于壮 愿大王查之 王赫虽不尊道 然由之敬礼即 乃下令曰 寡人造行不能无惰 忠未甚中 束缚无过 使业者千秋刺 忠未牛肉五百斤 九五十 俯武术 其后复放从自若 急则见征 甚得俯弊之意 虽不至民 国中莫不敬重焉 九支 昭帝崩 王四 大将军霍光秉正 浅大红卢 宗正迎昌义王 急急奏书界王曰 陈文高宗亮案 三年不言 金大王以丧事争 一日夜哭泣悲哀而已 甚无有所发 且何读丧事 返南面 知君何言哉 天不言 似时行焉 百物生焉 愿大王察知 大将军仁爱永至 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 世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常有过 先帝弃群臣 属以天下 既幼孤焉 大将军抱持幼君强保之中 不正施教 海内燕然 虽周公 依隐王以家也 金帝崩 王四 大将军为私可以奉宗庙者 攀缘而立大王 其人后其有量哉 臣愿大王誓之敬之 正是亦听之 大王垂拱南面而已 愿留意 常以为念 王寄道 即为二十余日以行淫乱废 昌义群臣坐在国时 不举奏王罪过 令汉朝不闻之 又不能辅道 献王大厄 皆下御诸 为己与郎中令公遂以终植树见证的简死 昆为成诞 启家父为一周刺史 并去关 赋征为博士 见大夫 誓时 宣帝颇修五帝故时 宫是车伏胜于朝帝 时外妻许 时 王室贵宠 而上宫亲正是 任用能力 即上书言得诗 曰 陛下宫圣至 总万方 帝王图及日臣于前 为思事物 将心太平 诏书美下 民心然若更生 臣服而思之 可谓治恩 为可谓本物也 欲治之主不适出 公卿信德遭欲其时 言听见从 然未有见万事之长策 举民主于三代之龙者也 其物在于七会不输 断欲听诵而已 此非太平之机也 陈文圣王宣德流化 必自尽使 朝廷不备 难以言至 左右不正 难以化远 明者 若而不可胜 与而不可欺也 圣主独行于身宫 德则天下称颂之 师则天下闲言之 行发于尽 必见于远 故谨选左右 审则所使 左右所以正身也 所使所以宣德也 师云 己己多事 文王以宁 此其本也 春秋所以 大义同者 六合同风 九州共冠也 今俗力所以慕名者 非有礼一颗只可适事通行者也 独赦刑罚以守之 其欲智者 不知所由 以一川凿 各取一切 全觉自在 故一变之后不可复修也 是以百里不同风 千里不同俗 护义正 人疏服 诈尾蒙生 刑罚亡疾 质朴日萧 恩爱敬伯 孔子约安上至民 莫善于礼 非空言也 亡者未至礼之时 隐先王礼 已于今者而用之 臣愿陛下成天心 发大业 与公卿大臣言及如生 恕旧礼 明王志 屈一世之民 既知人受之欲 则俗何以不若成 康 受何以不若高宗 怯见当事屈悟不合于道者 谨调奏 为陛下财则焉 即亦已为 夫妇 仁伦大纲 妖兽之蒙也 世俗嫁娶太早 为之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 是以教化不明而名多妖 聘妻送女王节 则贫人不及 故不举子 又汉家列侯上公主 诸侯则国人成翁主 使男侍女 夫屈于妇 逆阴阳之谓 故多女乱 谷者依附车马贵贱有章 以包有德而别尊卑 今上下剑叉 人人自制 是以贪财诸力 不畏死亡 周 之所以能致志 行错而不用者 以其尽邪于明明 绝恶于未蒙也 又言 顺 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事而举高桃 依隐 不仁者远 今始俗立得任子弟 帅多骄傲 不通古今 置于激功至人 王毅于民 此罚谈所为作也 以明选求贤 除任子之令 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 不宜居位 去脚底 捡岳府 省上方 明是天下一简 古者供不造雕 缘 商不通齿迷 非工商之独贤 正教使之然也 明见简则归本 本利而莫成 其指如此 尚以其言于阔 不慎宠意也 即碎屑并归狼邪 使即少时学问 居长安 东驾有大枣树垂极亭中 即富渠早已淡极 即厚知之 乃去赴 东驾闻而欲伐其数 临礼共止之 应故请吉令还赴 礼中为之与约 东驾有数 王阳赴去 东驾早晚 去赴赴还 其力至如此 即与共语为有 是称王阳在位 共公谈官 言其取舍同也 原帝初即位 遣使者争共于宇吉 即年老 道病足 上道之 赴遣使者调词云 初 即间通五经 能为周氏春秋 以诗 论语 论语教授 郝良秋 贺说义 令子郡受烟 郡以孝莲为郎 左曹臣贤贱 郡贤贤负子 精明行修 以贤以利俗 光禄勋匡横亦举郡有专对才 千贱大夫 使则怀阳献王 千诏内使 即作昌义王被刑后 借子孙吾为王国立 故郡道病 免官归 启家父为幽周赐使 千丝立孝位 奏免丞相匡横 千少府 八岁 成帝玉大用之 出郡为经兆尹 事已正是 先是 经兆有兆广汉 张厂 王尊 王张 至郡皆有能名 故经师称曰 前有兆 张 后有三王 而薛轩从左逢一代郡为少府 惠玉使大夫缺 古勇 古勇奏严 圣王不以名誉家于时效 考计用人之法 薛轩正是已是 尚然其意 轩为少府岳于 遂超玉使大夫 至丞相 俊乃代轩为玉使大夫 并居位 六岁并足 宅方进代俊为大夫 数月 薛轩免 遂代为丞相 众人为郡恨恨恨恨不得封侯 郡为少府时 妻死 应不复取 或问之 郡曰 得非增身 子非华 远 义何敢取 郡子重以赴任为郎 历次使 郡守 智有能名 建平三年 以河南太守征入 为玉使大夫数月 逝时 成帝就安城公侯夫人放寡居 供养长姓公 作助祖下狱 重奏丰逝 为放言 放外家解释与重为婚 哀帝已重为不忠诚 策诚重曰 策以军有累世之美 故于列赐 在位以来 忠诚匡国未闻所由 返怀诈宣之词 欲以攀旧旧英之家 大逆之孤 举错专字 不遵法度 亡以事百辽 左迁为大司农 后喜魏魏 左将军 平帝即位 王莽秉正 大司空彭轩起海谷罢 崇代为大司空 丰福平侯 岁于 崇复谢并起海谷 皆必亡莽 莽遣救国 岁于 为父必所读 轰 国除 自及至宠 世名清廉 燃财器名称 稍不能及父 而鹿为迷龙 接好车马衣服 其自奉养极为鲜明 而王金吟锦绣之误 即千禧去处 所载不过囊医 不处积于财 去未家居 亦不依书时 天下福其连而怪其奢 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 共语自少翁 狼邪人也 以明经节行这文 征为博士 梁周赐使 并去官 父举贤良为何难令 岁于 以执事为辅官所则 免官谢 与曰 冠亦免 安妇可冠也 岁去 官 原帝初即位 征与为贱大夫 数须即问以正事 事时 年岁不登 郡国多困 与奏言 谷者公事有志 宫女不过久人 莫马不过八匹 强途而不雕 木魔而不克 车于器物皆不文化 愿又不过数十里 与民共之 任贤使能 时意而睡 无他赴脸摇树之意 使民岁不过三日 千里之内自己 千里之外各自共职而已 故天下家几人族 送生并坐 至高祖 孝文 孝锦皇帝 寻古节俭 宫女不过时余 就马百余匹 孝文皇帝一体旅阁 弃王雕文金 银之事 后世争为奢侈 转转一肾 臣下一相放笑 衣服屡裤刀剑乱于主上 主上十临朝入庙 众人不能别意 甚非其仪 然非自知赦见也 由鲁昭公曰 无何见以 今大夫见诸侯 诸侯见天子 天子过天道 其日久矣 城衰旧乱 剿赴古化 在于陛下 臣于以为尽如太古难 以少放古以字节焉 伦宇曰 君子乐节礼乐 方金公事已定 亡可奈何以 其余尽可减损 故时其三福官输物不过十四 方金其三福官做工各数千人 一岁费数据 万 属广汉主金银器 岁各用五百万 三宫官官费五千万 东西之事亦然 旧马时速将万匹 臣于长丛之东宫 剑赐淮岸 静文化金银事 非当所以次时辰下也 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 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 是也 精明大饥而死 死幼不葬 未犬诸时 人质相识 而旧马时速 苦其大肥 气甚怒质 乃日不作之 亡者受命于天 为民父母 故当若此乎 天不见焉 五帝时又多娶好女至数千人 以田后宫 集气天下 朝地又弱 霍光专世 不知理政 妄多赃金钱财物 鸟 兽 鱼 鳖 牛 马 虎 暴生琴 凡百百九十物 尽亦赃之 又皆以后宫女至于元陵 大师礼 逆天心 又未必称五帝亦也 朝地宴嫁 光复行之 至孝宣皇帝时 陛下恶有所言 群臣亦随故使 甚可痛也 故使天下成化 娶女皆大过渡 诸侯妻妾获至数百人 豪妇利明处歌者至数十人 是以内多怨女 外多矿夫 集中树藏埋 皆须地上以食地下 其过自上生 皆在大臣寻故使之最也 为陛下身查古道 从其检者 大检损成 于浮育器物 三分去二 子产多少有命 审查后宫 则其贤者留二十人 于膝归之 集诸陵远女王子者 一膝浅 独度陵宫人数百 成可哀怜也 旧马可亡过数十匹 独设长安城南院地已为田列之幼 自成西南至山西至户皆赴齐田 已与贫民 方金天下积锦 可亡大自遜捡已就之一 称天一呼 天生圣人 盖为万民 非独使自于乐而一夜 故诗曰 天南陈思 不亦为王 上帝邻女 无二耳心 当仁不让 独可以圣心参诸天地 癸之亡谷 不可予臣下一夜 若其阿易顺旨 随君上下 臣与不胜全全 不敢不尽于心 天子纳善其中 乃下诏令太普捡十古马 水横捡十肉寿 省怡春下愿已与贫民 又罢脚底朱细及其三福官 千语为光路大夫 请知 与尚书曰 臣与年老贫穷 家子不满万钱 妻子康斗不善 数贫不完 有田百三十亩 陛下过亦征臣 臣卖田百亩以公车马 致 拜为贱大夫 致八百十 奉钱月九千二百 领时太官 又蒙赏赛赐四十杂赠 年序 衣服 酒肉 诸果物 得 后甚深 疾病适一灵至 赖陛下神灵 不死而活 又拜为光路大夫 至二千诞 奉钱月万二千 路赐欲多 家日以亦赴 生日以亦尊 成非草毛于臣所当盟也 福自念中亡以报厚德 日夜惭愧而已 臣与全马之尺八十一 血气衰竭 耳目不聪明 非父能有补义 所谓素参师陆乌朝之臣也 自痛去家三千里 凡有一子 年十二 非有在家为臣聚官国者也 成孔一旦亦五七二仆气劫 不负自还 乌习见于公事 海谷弃捐 孤魂不归 不胜私怨 怨起海谷 即身生归乡礼 死亡所恨 天子报约 朕已生有伯夷之连 始于之职 守经巨战 不阿当事 孜孜于民 俗之所寡 故亲近生 己参国正 今未得九闻生之奇论也 而云欲退 亦其有所恨予 将在位者与生疏忽 亡者常令今常与生 欲及生十路生之子 既已欲矣 今妇云子少 妇已亡命辩护生家 虽百子何以家 传约亡怀土 何必思故乡 生其强犯 甚即以自辅 后岳于 以羽为常信少府 惠玉使大夫陈万年族 羽带为玉使大夫 列于三宫 自羽在位 数言得失 书数时尚 羽已为古民王父算口前 其五帝征伐四宜 众父于民 民产子三岁则出口前 故民重困 至于生子折杀 甚可悲痛 宜令二七岁去池乃出口前 年二十乃算 又言古者不以金钱为弊 专益于农 故义夫不耕 必有受其击者 今汉家筑前 吉诸铁官皆智利足徒 宫山曲铜铁 一岁攻十万人以上 中农十七人 誓七十万人常受其击也 凿地数百丈 消阴气之经 地赃空虚 不能寒气出云 斩伐林木王有时尽 水汉之灾位 必不由此也 自五诸前起以来七十余年 民坐到诸前被行者众 妇人积前满事 游王彦族 民心动摇 商谷求利 东西南北各用智巧 好依美食 岁有十二之利 而不出租税 农夫父子暴露中也 不必寒暑 左土 手足便之 以奉古租 又出稿税 相不思求 不可胜供 顾民弃本竹墨 耕者不能伴 贫民虽赐之田 游见卖以假 穷则起未盗贼 何者 莫利申而获于前也 是以奸邪不可尽 其原皆起于前也 及其莫者绝其本 一霸彩诸欲金银筑前之官 无负已为弊 市井物得贩卖 除其租租之律 租税禄次皆已不薄己股 使百姓亦归于农 复古道辩 又言诸离宫及常乐宫未可减其太半 以宽瑶亦 又诸官奴必十万余人细游王室 税良民已给之 岁费五六巨万 以免为数人 领时 另带关东数族 城北边亭塞后望 又欲令尽臣自诸曹 世中已上 家王得私贩卖 与明争利 犯者者免官消绝 不得是患 与又言 孝文皇帝时 贵连结 见贪污 古人 坠续吉利作赃者皆禁故不得为利 赏善罚恶 不阿亲启 罪白者服其诸 遗者以与民 王赎罪之法 故令行禁止 海内大化 天下断玉四百 与行错亡义 五帝使临天下 遵贤用事 辟地广径数千里 自建功大威行 遂从其欲 用度不足 乃行一切之便 使犯罚者赎罪 入骨者补利 是以天下奢侈 官乱民贫 盗贼并起 亡命者众 郡国恐拂其诸 则则便巧立书席于 既不能欺上福者 以为幼职 奸鬼不胜 则取勇猛能操窃百姓者 以科报微服下者 使居大卫 故王义而有才者显于事 欺瞒而善书 者遵于朝 悖逆而勇猛者跪于官 故俗皆曰 何以孝帝为 财多而光荣 何以礼义为 史书而示患 何以谨慎为 勇猛而灵官 故情义而昆遣者 由父攘帝为正于事 行虽 行虽犬至 家父士族 目指弃使 事为贤而 故为居官而致父者为雄杰 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 凶劝其弟 负免其子 俗之坏败 乃至于事 查其所以然者 皆已犯法得赎罪 求是不得真贤 相 守崇财力 诸不行之所至也 今欲兴致至 至太平 移除赎罪之法 相 守选举不以时 己有赃者 折行其诸 王诞免官 则征尽力为善 贵孝弟 见古人 敬真贤 举十连 而天下之以 孔子 匹夫之仁耳 以乐道正身不解之故 四海之内 天下之君 微孔子之言王所折中 旷乎以汉帝之广 陛下之德 处南面之尊 禀万成之权 因天地之助 其余便是一俗 调和阴阳 陶也万物 化正天下 亦于绝流亦对 自成 康以来 即且千岁 欲为智者慎重 然而太平不复兴者 何也 以其设法度而认思亦 奢侍形而仁亦肺也 陛下成身念高 祖之苦 纯法太宗之志 正义以先下 选贤以自辅 开尽忠正 至诸奸臣 远放产宁 射出元灵之女 罢畅乐 绝正生 取甲乙之杖 退伪薄之物 修节俭之化 屈天下之名皆归于农 如此不解 则三王可谋 五帝可及 为陛下留意省察 天下姓慎 天子下其意 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前 自此始 又罢上林公管西姓御者 即省建章 甘泉公卫族 俭诸侯王庙卫族 省其伴 于虽未尽从 然加其志职之意 与佑奏欲罢俊国庙 定汉宗庙迭毁之礼 皆谓 诗行 为玉使大夫数月族 天子赐前百万 以其子为郎 官至东郡都位 宇族后 尚追思其意 静下赵罢郡国庙 定谍毁之礼 然通如或非之 宇在为玄成传 两宫皆楚人也 圣自君兵 摄自君茜 二人相有 定着明节 故事未知楚两宫 少皆好学明经 圣为俊立 舍不适 久知 楚王入朝 闻赦高明 聘赦为常侍 不得以随王 归国故辞 愿族学 复至长安 而圣为俊立 三举孝连 以王国人不得宿位补利 再为位 亦为成 圣哲至官乃 去 周举茂财 为众权令 并去官 大司空和武 执今无言重见圣 哀帝自为定陶王 故以闻其名 争为见大夫 隐见 圣见宫舍及抗父宁寿 既因侯家 有赵皆争 圣曰 窃见国家争一乌 常为嫁 争贤者一嫁 尚曰 大夫成私车来耶 圣曰 圣曰 为为 有赵为嫁 宫舍 侯家至 皆为见大夫 宁寿称积不至 圣居见官 数上书求见 言百姓贫 盗贼多 利不良 风俗伯 灾意数见 不可不忧 制度太奢 刑罚太深 妇脸太重 依以简曰先 下 齐言祖术王集 供语之意 为大夫二岁于 千丞相私职 图光禄大夫 守幼伏风 数月 尚之圣非波凡利 乃赴还圣光禄大夫 朱利己世中 圣言懂贤乱制度 尤氏逆上指 后岁于 丞相王家尚书见顾廷未良相等 尚书和奏家言是自义 尼国网上 不道 下将军中朝者义 左将军公孙禄 私利暴宣 光禄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为家因尼国不道法 圣读书一约 家资性邪辟 所举多贪残利 卫列三宫 阴阳不合 诸事并废 旧皆姚家 弥国 不已 金举相等 过微薄 日暮一者罢 明诞赴会 左将军路问圣 君亦王所聚 金奏当上 以何从 圣约 将军以圣义不可者 通合之 博士夏侯常见圣应路不合 启至圣前未约 宜如奏所言 圣以首推长约 去 后数日 赴会亦可赴校会 校警庙部 义者皆约一赴 圣约 当如礼 常赴未圣 离有辩 圣极言曰 去 事时之辩 常会 为圣曰 我是君和若 君欲小与众矣 外以采明 君乃身徒敌属尔 先 是 常又为圣道高陵游子沙母者 圣白之 尚书问 谁寿 对曰 寿下侯常 尚书使圣问常 常怜恨圣 即应曰 文之百依 借君勿言也 奏事不详 妄作处罪 圣穷 无以对尚书 即自合奏与常征言 侮辱朝廷 侮下御使忠诚 照杰问 合奏胜利二千诞 常为大夫 皆信得己是忠 与论义 不重礼义 而居宫门下相非恨 即言辩诵 舵曼王壮 皆不敬 至曰 贬至各亦等 圣谢罪 起海谷 尚乃富家赏赐 以子伯为侍郎 出圣 为伯海太守 圣谢并不认之官 积六月免归 尚富征为光禄大夫 圣常称即卧 数十子尚书起海谷 会哀地崩 出 狼血丙汉意以轻行征用 至今赵隐 后为太中大夫 王莽秉正 圣与汉聚起海谷 自昭帝时 捉郡寒福以德行征至京师 赐策书数博遣归 赵曰 赵敏劳以官职之事 其物修孝帝以教乡礼 行道舍船舍 献赐俱酒肉 食从者及马 常利以食存问 常以岁八月赐阳一头 九二胡 不幸死者 赐依父亲依 此以终劳 于是王莽依故史 白浅圣 汉 策曰 为原始二年六月更吟 光禄大夫 太中大夫其爱二人以老并罢 太皇太后使业者仆设策册策诏之曰 盖文古者有思年至则至事 所以功让而不尽其力也 今大夫年至矣 证明以官职之事 凡大夫 其上子若孙若同产 同产子一人 大夫其修身首道 以中高年 赐伯及行道舍宿 岁十养九一亲 皆如寒福故史 所上子难皆除为郎 于是圣 汉岁归老于乡里 汉兄子慢荣一养至自修 为官不肯过六百时 折字免去 其名过出于汉 出 公舍以公圣剑 征为剑大夫 并免 赴征为博士 又并去 请知 哀地遣使者及楚拜舍为太山太守 舍家居在五元 使者至献请舍 御令至庭拜寿应寿 舍约 王者以天下为家 何必献官 遂于家受赵 遍道之官 继至数月 尚书起海谷 尚征舍 至经赵东湖界 故称并赌 于子使使者收印寿 拜舍为光禄大夫 数次告 舍终不肯起 乃遣归 舍一通五经 以鲁师教授 舍 圣纪归相礼 郡二千但掌力出道官阶至其家 如师弟子之礼 涉年六十八 王莽居涉中族 莽纪篡国 前五威将帅行天下风俗 将帅亲凤阳 久存问圣 明年 莽遣使者及拜圣为讲学祭九 圣称即不应征 后二年 莽妇遣使者奉喜书 太子师有祭九应寿 安车四马迎圣 即拜 至上卿 先次六月路只以半庄 使者与俊太守 献掌力 三老官署 行义诸生千人以上入圣礼制照 使者遇令圣起营 九立门外 圣称并堵 未床逝中户西南有下 东守家朝服 F55地深 使者入户 西行南面立 制照复喜书 千言载 拜凤应寿 内安车四马 敬畏圣约 圣朝未常望君 制作未定 代君为正 斯文所欲施行 以安海内 圣对约 肃于 家已年老被病 命在朝夕 随使君上道 必死道路 无亦万分 使者要说 至已应寿就加圣身 圣者推不寿 使者即上言 方圣下属热 圣病少气 可需秋凉乃发 有赵许 十者五日亦与太守聚问起居 为圣良子及门人高辉等言 朝廷虚心代君以毛土之风 虽及并 移动一智转舍 事有行义 必为子孙一大业 辉等白 十者语 圣字之不见听 即未辉等 无受汉家厚恩 无以报 今年老已 但目入地 亦其以一身是二性 下见故主哉 圣因赤以观脸丧事 一周于身 观周于依 物随俗动五种 种伯 坐祠堂 与弊 遂不复开口饮食 即十四日死 死时七十九已 十者 太守灵脸 赐依父亲祭祠如法 门人衰叠至丧者百数 由老妇来调 哭慎哀 祭而曰 皆呼 熏以香自烧 告以明自消 功生敬邀天年 非无土也 遂躯而出 莫知其谁 盛居彭成连礼 后世课时表齐礼门 报宣自子兜 渤海高成人也 昊学 明经 为献香色夫 守树周成 后为都尉 太守公曹 举孝连为郎 并去官 赴为周从事 大司马 为将军王商辟宣 建为一郎 后已并去 哀帝出 大司空和武厨宣为西曹苑 慎敬仲焉 见宣为建大夫 千玉周目 岁于 丞相司职郭亲奏宣举措凡科 带二千诞鼠吏听诵 所查过诏条 行步乘船去法驾 驾一马 射速相停 为众所非 宣作勉 归家数月 复征为建大夫 宣美居位 常上 书建征 其言少闻多时 事实 帝祖母 父太后 玉宇成帝母 据称尊号 丰绝亲属 丞相孔光 大司空师丹 和武 大司马 父习史直正义 师父太后旨 皆免官 丁 父子弟并进 董贤贵姓 宣已建大夫从其后 上书建约 窃建孝成皇帝时 外亲持权 人人牵吟所思以冲涩朝廷 防贤人禄 拙乱天下 奢泰王度 穷困百姓 事已日时且时 慧兴四起 威王之争 陛下所亲建也 今奈何反复拒于前乎 朝臣王有大如骨梗 百守其爱 傀儡之士 论意通古今 溃然动众心 忧国如饥渴者 臣未建也 敦外亲小童及姓陈董贤等在宫门省护下 陛下欲与此共成天地 安海内 甚难 今世俗为不智者为能 为智者为不能 西遥放四罪而天下福 今除一利而众皆获 古行人尚福 今赏人返获 请记为奸 群晓日进 国家空虚 用度不足 民流亡 去城郭 盗贼并起 立位残贼 遂增于前 凡民有欺亡 阴阳不合 水汉为灾 一亡也 现观众则更付租税 二亡也 贪力并攻 受取不已 三亡也 豪强大姓蚕食王 燕 四亡也 颗粒遥逸 失农丧食 五亡也 部落古名 男女遮掠 六亡也 盗贼劫掠 取民财物 七亡也 七亡尚可 又有七死 库立殴杀 一死也 治愈深刻 二死也 冤陷亡孤 三死也 盗贼横发 四死也 怨愁相残 五死也 岁恶饥饿 六死也 石器极易 七死也 民有七亡而无亦得 欲望国安 城南 民有七死而无亦生 欲望行错 城南 此非公卿 守 相贪残成化之所致也 群臣信德居尊官 石众路 其有肯加策隐于细民 驻陛下留教化 这也 智旦在寅思家 称兵客 未兼立而已 以苟荣屈从为贤 以拱莫师鹿为质 未如陈轩等为虞 陛下着陈严学 成继有一毫毛 企图欲使臣美食大观 众高门之地哉 天下乃黄天之天下也 陛下尚为皇太子 下为黎树父母 为天牧养圆圆 世之当如依 何师究之师 今平民菜食不厌 依又穿空 父子夫妇不能相保 成可为酸彼 陛下不救 将安所归命乎 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姓陈董贤 多赏赐以大万数 使奴从宾客将酒获肉 仓头卢尔皆用至 父 非天亦也 己辱昌侯父商王公而封 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 乃天下之官爵也 陛下取非其官 官非其人 而望天说明福 岂不难哉 方阳侯孙宠 以灵侯西夫公便足以一众 强可用独立 奸人之雄 或是犹拒者也 以以十罢退 即外亲幼童未通经术者 皆宜令修旧师父 即征故大司马赴习使领外亲 故大司空和武 师丹 故丹相孔光 故左将军彭宣 京阶更博士 未接立三公 智谋威信 可与建教化 图安威 功胜为私职 郡国皆甚选举 三府 伟书官不敢为奸 可大伟任也 陛下前已小不忍退五等 海内失望 陛下上能容王功德者慎重 增不能仁五等邪 至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 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 上之皇天见浅 下之离树怨恨 赐有见征之臣 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恶臣 天下由不听也 陛虽于壮 独不知多寿禄赐 美食太官 广田宅 后妻子 不与恶人结仇愿以安身也 成破大义 官以建征为职 不敢不结余 为陛下少留神明 兰武经之文 原圣人之至义 身思天地之界 陈轩 那顿于此 不胜行眷 尽死劫而已 尚以宣明如 幽蓉之 适时 郡国地震 名额言行愁 明年征月朔日时 尚乃征孔光 免孙宠 西夫公 霸氏中诸曹黄文郎数十人 宣赴尚书言 陛下父是天 母是也 子养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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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震动 子额言相惊恐 今日时鱼三时 诚可畏惧 小明正月朔日尚恐悔拜器物 何况于日窥乎 陛下身内自责 避正殿 举直言 求过师 霸退外亲及旁座素餐之人 争败孔光为光禄大夫 发觉孙宠 西夫公 过厄 免关遣救国 众树赦然 莫不说喜 天人同心 人心说则天意结矣 乃二月秉须 白红寒日 莲英不语 此天有幽节未解 民有愿望为赛者也 世中 驸马都为董贤本无家福之亲 但以令色于言自尽 赏赐王度 洁尽辅藏 并和三地上以为小 父坏报誓 贤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将坐至地 行业立足皆得赏赐 上种有会 折太官为共 海内贡献当养一君 今返尽之贤家 其天意与民意也 天不可久赴 后知如此 反所以害之也 成欲哀贤 宜为谢 过天地 解愁海内 年遣救国 收成于弃物 还之献官 如此 可以父子终其性命 不辙 海内之所愁 未有得久安者也 孙宠 西夫公不宜居国 可兼免以示天下 赴征和武 师丹 彭轩 赴喜 旷然使民意事 以应天心 建立大政 以兴太平之端 告门去省护数十部 求见出入 二年卫省 欲试海兵则漏自通 远以 愿赎数克之间 集结木之思 退入三权 死亡所恨 尚感大义 纳宣言 征和武 彭轩 寻月皆赴为三公 拜轩为私利 十 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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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句避使者 亡人臣礼 大不敬 不道 夏廷未遇 博士帝子己南亡贤举藩太学下 曰 遇旧报私利者会此下 诸生会者千余人 朝日 遮丞相孔光自言 丞相车不得行 右手却尚书 上岁底宣罪简死亦等 昆前 宣记备行 乃喜之上党 以为 其帝宜田木 又少豪郡 亦长雄 遂家于长子 平帝即位 王芒秉正 因有篡国之心 乃封周俊以罪法案诸诸豪杰 即汉中职臣不负己者 宣吉和五等皆死 十 名不拢惜心心 心与宣女叙叙干句过宣 疑犯去 宣不知情 作戏欲 自杀 自成帝至往往时 清明之士 狼邪又有季群王思 其则薛芳子荣 太原则寻月沉重 寻相至斌 佩俊则唐林自高 唐尊伯高 皆以明京赤行显明于世 季群 两唐皆是王芒 封侯贵重 立功轻位 唐林树上书简 正 由中职节 唐尊一必履空 以瓦器饮食 又以立一功轻 被虚伟名 寻月 香 同族昆帝也 并举周俊孝莲 冒财 树并 去官 岳散其仙人子千余万 以分师九族周礼 至节由高 向王芒食征为太子四有 并死 芒太子前使税宜依依亲 其子攀官不听 曰 死父遗言 师有之诵物有所受 今于皇太子得托有官 故不受也 经师称之 薛芒常为俊愿祭酒 长征不至 急忙以安车迎方 芒因使者慈谢曰 遥 顺在上 下有朝游 今明主芒龙 唐 于之德 小陈玉守积山之节也 诗者以文 莽说其言 不强志 方居家以经教授 习蜀文 着诗附数十篇 史数弥郭钦 哀帝时为丞相思直 奏免玉周睦报宣 经兆隐薛修等 又奏董贤 左谦卢奴令 平帝时谦南郡太守 而杜灵讲 许元清为眼周刺史 亦以连职为名 王莽居舍 亲 许皆已并免官 归乡里 卧不出户 足于家 齐立荣克清 北海秦庆子下 苏章尤卿 山阳曹靖子七皆如生 去官不适于莽 莽死 汉庆史征竟以为丞相 封侯 欲试至贤人 销寇贼 竟不受侯绝 惠斥眉人长安 欲降靖 竟守剑阁死 士族即位 征薛方 道病族 两宫 报宣子孙皆见包表 至大官 赞曰 亦称君子之道也 或出或处 或莫或语 言其各得道之一节 辟诸草木 屈以别以 故曰山林之事往而不能返 朝廷之事入而不能出 二者各有所短 春秋列国清大夫及至汉兴将向明臣 怀禄丹崇以施其事者多以 事故清节之事于事为贵 然大律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 王 共之财 忧于公 报 典 守死善道 圣时倒焉 真而不量 薛方靖之 郭钦 将许好顿不污 绝迹 堂以